新娘可以给新郎戴上戒指来 傻子才会嫁给瘸子呢 小梅 你为什么 真是抱歉了 哥哥 每每想嫁的人 是弟弟的我 我去 嫂子变老婆 差恋呀 这哥们也太惨了 为了新娘断了腿 现在还得同夫女的亲弟抢婚 给你 他 小傻子 你愿意嫁给我吗 嫁给你 每天都可以吃 好多好多的辣条吗 我愿意 一个傻子 一个瘸子 你们还真是什么锅 配什么个儿啊 走吧 拜拜 别碰 这上面有刺 不能直接碰 顾总 真的不用调查他吗 万一 他是装傻来接近您 不必了 一个傻子而已 怎么了 你转口香溃疡了 把东西拿来 嗯 在哪儿呢 夫人拿的这个就是一颗贴 还好顾总您老转可全溃疡 这还有一颗 你先下去吧 嗯 你像我这样 先手指沾起黄色面 白色面对着你溃疡的地方贴上 等一下 对于按压几秒钟 哟哟哟哟 看来你跟这个傻子还挺合得来的嘛 动手 谁敢 我可是故事总裁了 哎呀 难道你不知道咱爸已经答应我 让我顶替你成为新的故事总裁了吗 哥哥 哈哈哈哈 得败可是已经跟零氏集团合作 马上就要拿下两千亿的项目了 早就说了故事总裁的位置 不是你这个臭瘸子 配做的 亡我真心待你 顾德白 这可真是我的好弟弟啊 真心道歉 哼哼哼 要不是你叔叔压我一头 我早就是故事的精神人了 你当初 就应该四次那场城窝里 哼哼哼哼 你个死傻子 哼 小傻子 没事吧 哥哥 你不是很牛吗 你怎么不自己起来啊 你们还真是丧家之群啊 把他们的那种扔出去 小林总 你总算是出现啊 一直联系不到你 不都快急死了 稍微出了点意外 都死那群老家伙子没有了 一切都在你们计划之中 嗯 去帮我办件事 林氏突然邀请您参加晚宴 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 没事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图的 不过确实该告诉他们 顾德拜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先下去吧 是 哟 你这个臭折子 你好意思来林氏的慈善文艺 那我就 少不过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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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